你为什么把这个游戏藏起来啊 因为你这样把它放在外面的话 就对完了 10月1号 苗女士发现了一条扣款记录 仔细一查 微信 支付宝 银行卡上 都有相同的扣款记录 我支出了14452块钱 看到这么多的记录 就是充值单币的 一下子让我心都崩溃了是 小孩子本来还有白天峰住院 就要花很多的钱 甚至几十万的钱 我和他爸爸都是5000块钱一个月 然后两个人加钱1万块钱不到 但是支出一个月将近2万多 我不知道是他给删了还是什么 反正他每次还给我的时候 都把那些就是打开的应用 全部都删掉的事 打开手机一翻找 游戏藏在工具栏文件家的第二页 苗女士的女儿玩的是淡胆派对 用那么多钱是用来干嘛的 拿皮肤的 皮肤的有什么用 那很好看 比如说两块钱的东西 然后花个十块钱 他都觉得哇 才十块钱好便宜啊 他都对钱没有任何的概念 你是一直都知道妈妈的这个密码 当时我去买东西 然后我买个方便 然后我买密码多少钱 然后他让我去买 有没有钥匙面证的 之前我搞了一个游戏后面的话 我订阅他游戏就知道我实名认证了 今天的每一句充实呢 也是叫玩家主动去操作 输入针对支付密码 才能完成充实过程 那成年人的各种手机设备和支付密码 都是属于端章引擎进行期 最先铃或机组成品保管的 拿单的问题拿平台 也是非常公式 有成功问题受理 提供往最速路径 提供您当前呢 尽快提供相关机器提供 拿单的实名认证呢 是叫做准确的讯件号 就是你的这个设置的障碍 然后就是不够严谨的 你有没有通过刷脸认证 或能够证明 这个是成年人在玩 就是希望你们通过你们 电视台能够就是 帮我追回这笔 就是充值的款项 还有一个就是 能够让大家都做意警戒 后来苗女士反馈 广东天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给她回了电话 经过协商 对方答应退还一万两千块钱 她同意了 对方答应